那時候的男朋友 他就喜歡那種很悠閒的 在飯店可以一整天 沒有任何行程 對 有一種男生喜歡這一種 然後到第四天 第五天 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跟他說 我們趕快去曼谷走走 對啊 逛個街也很狂 四面否也沒敗嗎 對 沒敗 我就說可不可以去一下 而且地鐵那麼方便 他就說 他就有點不爽 他說可是我想在飯店泡泳池 我想曬太陽 然後我就一直盧他說走啦 走 都來了 我們錢都沒花耶 然後他就說好 然後他就帶我出去 但他一路上一直臭臉 就臉很臭 然後他臉很臭之後 我臉也開始臭了 我就覺得說 因為你出來 你心不甘情不願是什麼意思 然後後來我們就因為 買地鐵票吵架 不知道為什麼 兩個火氣都很大叫 砰這樣子 吵得很嚴重 結果他這個人呢 這個大爺 他就從他的包包 拿出一碟鈔票 就是我們全部的現金 我就放在他那裡 拿出來三萬塊 撒在我臉上這樣子 撒完之後 就轉頭要回飯店了 這也太drama了吧 對 他就回飯店囉 然後要是以我平常的個性 我也會走掉 但因為三萬塊有點多 對 而且他就是飛到地上 整片都是三萬塊 然後我就傻了 我想說要不要撿 他想說要撿啊 幹嘛要撿過去啊 因為我一開始在那邊撿耶 然後撿一撿 發現他走回來了 他說還會擔心我 不錯喔這樣子 他走錯方向 走掉 他繼續說他經過你 然後繼續往前走 繼續走 然後我就繼續撿 然後撿完之後 我就默默又跟在他後面 回飯店這樣 因為人生地不熟 也不知道去哪 然後我就跟他吵架 我說你知道這樣很危險 剛才有人要搶我的錢什麼的 他就說 我不是都擔心你回來看你了嗎 我看你沒事啊 沒有 他是要找錯 曼谷的捷運 他很多都擔心到 你以為你從這邊上 這邊是完全下的 你要從另外一邊 對 他是找錯 然後故意這樣講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啦 那就原諒你好了 我就還原諒他 然後我們就真的有回來台灣 所以你們沒有造成 曼谷蘇阿娜碰機場 沒有 在曼谷沒有分手 什麼機場那麼長一下 回來台灣才分手 回來就分手還是 是為這件事分手 還是其他事分手 還是為了其他事 因為我的忍受力很大 對啊 對 他那個甩 我那時候有一次 瞬間覺得 怎麼滿MAN的 蛤 你剛才罵他 你剛剛怎麼罵我們的 你可能的 下氣 你是有負責 你怎麼罵我去負責 一搶就手了耶 這樣子 酷 來 觀眾朋友請注意 如果喜歡我們 命運好好玩的節目的話 請上YouTube上面 搜尋命運好好玩 官方頻道 就會出現這個頁面 然後這邊紅色的訂閱 給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隨時收看 命運好好玩 我在這裡等你喔 Oh yeah